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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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歡迎收看防島單元借看一下 今天要介紹的島嶼是來自海外的頭鎖 前幾集也有介紹過香港 美國在住的觀眾投稿 也有收到一些來自馬來西亞的投稿 真的沒想到有這麼多海外的觀眾在收看這個節目 先在這邊跟你們說一聲 謝謝你們 今天的投稿觀眾叫小狼 他島上是走自然風 不管是家裡還是島上都是塞滿滿的狀態 因為他是個任粉 任何大作都會遊玩 當然就包括動物森友會啦 喜歡的動物村民有 牛奶糖 燃姐跟賀茲 那他同時也是個音樂頻道的Youtuber 像現在背景使用的KK偶像是來自於他的作品 我會把作品原始連結貼在資訊欄 再請大家過去支持啦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前晚參觀他的島嶼吧 這邊看起來就是很多花草樹木 大自然很豐富的一個島 因為是禮拜天來訪 所以狐狸跟西施會站在外面 晚上有煙火大會 嗨 嗨 地上好多禮物喔 他在敲鑼 這都給我的嗎 都是給我的 感謝 我來撿一下喔 那我今天也有帶一份禮物 我的禮物是薛格的海報 今天再請多指教啦 他的島看起來很複雜喔 我需要人帶路 給大家看一下地圖喔 他的地形看起來好像沒有變動很多 應該只是用原本的地形再稍微改造一下而已喔 Toy 手搖風琴 Toy 自動販賣機耶 天啊 燈塔 燈塔 這禮物也太高級了吧 狐狸的海報 剛好他本人就在我旁邊耶 謝謝 相較之下 我只送了一張薛格的海報 好像有點太寒酸了 這裡是我家 一開始就先來訪房子嗎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 喔 他空間規劃 有點滿別建議 是真的有點滿 他用那個地毯 然後就是這樣分隔出一區一區的感覺喔 像這邊就是廚房嘛 他就用一塊大塊的 呃 綠色的地毯在這裡 然後這一塊就是廚房區這樣子 那另外一邊就是看電視的地方 他又用另一塊更大塊的地毯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區隔 這裡放了很多樂器 作為一個音樂生的琴房 所以這裡是他的練琴室喔 有鼓 有鋼琴 吉他 小提琴 大提琴 還有幾個獎盃喔 喔 他管風琴旁邊有放一些風景畫 那感覺是用我的設計貼上去的喔 厲害 拍個手 好 這是另外一間房間 很亂很滿的臥室 他還是有用那個簡單隔板 來做一些區隔 給你們看 他牆上有掛這個三立歐的海報 上面還有那個漫畫家的簽名版 他這邊也是用地毯來做一個區塊的區隔 他牆上有我的海報耶 把他當成是自己的海報 好的 我們又來到另外一間房間了 他這邊是用那個海盜的壁紙 他一樣是用地毯做區隔 看來他都是用地毯在房間做一些區塊的分隔 然後分好之後在上面再去放其他的家具喔 我才發現他牆上已經有薛格的海報了 這樣我不就送了一個人家已經有的東西了嗎 這樣太不好意思了 他還送我這麼多耶 咖啡廳 他樓上這裡是咖啡廳喔 哇 還有西施惠跟蹦蹦的海報 他有好多NPC的海報 看來應該也是買了不少阿咪博卡 哈哈哈哈 那他這邊也是有用各種的圓形地毯 來做一塊一塊的區隔 就一桌一個圓形地毯這樣 我發現他咖啡廳的角落有這個 貓沙盆 貓跳台 還有兩隻倉鼠 這是動物咖啡廳嗎 寵物咖啡廳這樣 貓咖 是貓咖啡廳喔 我自己平常也很喜歡去貓咖啡廳喔 但是每次去完之後回來 都還是覺得 嗯 還是自己家的貓比較可愛 最後是地下室 他地下室這邊都是一個叢林 嗯 你能猜出來這是什麼地方嗎 什麼地方呢 有一個葉子面具然後圍了一 用很多石頭圍在一起喔 然後三個石碑前面都有放蘋果 欸 這個衣服 賽爾達 對 這是林克的衣服 為什麼剛才突然電燈按了一下 這發生什麼事了 林克 他變身了 所以這個是賽爾達主題房間喔 那因為曠野知習 雖然我之前在特價的時候 已經買了 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沒開來玩 所以我還不知道 就是還不知道他這個房間主題 是想要呈現賽爾達 我是剛才看到那個林克的衣服才發現的 家門口海灘這裡是Copy別人的 他海灘也是放好滿喔 這樣感覺很不方便海釣 對我來說啦 茉莉 茶壺大象 如果是那種魚類已經收集差不多 其實就沒差了 其實沒事也不太會去釣魚了 哈哈哈哈 就真的收集完的話 除非那個村民委託 還是你突然想做個模型喔 努力的牛牛 那個 金牛座浴缸 他頂著火車喔 為了火車不衝進海裡 哇 是勇猛的牛喔 金牛座最棒了 最勇猛了 加油 加油 上面這邊有個賣椰子汁的地方 這樣就很有異國風情喔 接著往這邊有個小路可以進來 他這石頭路好好看喔 下面鋪的這個設計 很讚很讚 我喜歡 這邊上來 這個樓梯的設計也很特別 上面是茉莉的家 就是剛才那個茶壺大象 這上面進來就只有他的家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剛剛好是塞一個房子的大小 來門口前面拍一張照 覺得這邊的風景好看 下來這裡就有放了很多幅畫 畫廊 這一幅回頭的日本少女 我買到好幾幅假的 假畫好難分辨喔 我買到好幾幅假的 最後才買到真的 繼續往上走 他這裡準備 準備放了一個壞掉的大頭菜 他的地板用了很多我的設計 有石頭 有花草這樣 走過來這邊 哇 他這地板也是有特別做過 看起來有墊高的棧板 湖邊酒吧 旁邊這裡還有火車 有一個白色跟紫色的風杏子 這樣搭配起來也很漂亮 海邊車站 我來拍個照喔 很有鄉下火車站的感覺喔 鐵軌的鏡頭有一個海邊音樂廳 可是它那邊有一個導演椅 還有攝影機跟燈光 是要拍MV嗎 我是負責來拍MV的 順便來拍一張照好了 老人魚孩 我也很想要這種東西 就是我的設計 然後讓它看起來 就是一個地毯 因為很煩的是我們跟洛蘭買的地毯都不能鋪在外面 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能用我的設計來鋪一些毯子 它這邊看來是 路邊攤嗎 路邊烤肉 可以在這邊吃東西喔 那這邊有篩一些魚乾 夜市攤販的一種感覺吧 下面這邊也是 賣一些吃的是什麼 這是 魷魚 然後這裡還可以喝水 野外路邊攤 我們再繼續往裡面走 這邊是賀茲的家喔 賀茲 賀茲曾經在我島上 但他呢 只待了一晚 他待了一晚我就馬上用帳篷 刷到檸檬娜 然後賀茲馬上就離開我島上了 不過還好呢 我這次抽Amiibo卡 有把賀茲給抽回來喔 哪天再把它刷回到我的島上 好好跟它相處一下喔 這裡有一條看起來是秘密小路耶 好細喔 而且都是開… 剛剛手機死機了 這是怎樣 這裡是我的墳墓 也太快先蓋好了 就打算就是 要在這座島上 住到死為止喔 哇 旁邊放了一些白菊花 然後上面… 那個我的設計 整個就是葬禮現場 你要躺一下試試嗎 那我就躺一下啦 嗯… 體驗一下… 呃… 告別式的感覺喔 除非像那個悠悠白書的主角幽柱一樣喔 不然… 一般人很難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告別式喔 再來訪問一下他最喜歡的島民牛奶糖 他戴那個紅色的蝴蝶結 超可愛的 島上的小鷹 嗯?小鷹跟小狼 好 我好像知道什麼了 感謝牛奶糖提供這個情報 因為牛奶糖是黃色阿克是藍色 所以他種了藍色跟黃色的花嗎 阿克是剛才路上有遇到的 那隻藍色的青蛙 他就住在這上面了 這邊也有一棟房子 這是… 必安卡的家 我很喜歡他地板這邊的那個碎花設計喔 那往這邊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野餐的地區 那再往這邊呢 這裡…這是露營地嗎? 咦?不是 算是一個河岸的咖啡店嗎? 甜點店 河邊燒烤 結果是燒烤店 對 我沒看到旁邊這裡有烤肉 在河邊烤肉 嗯 很棒 他好像國中之後就沒再做過這種事情了 他這邊怎麼… 用鐵籠關了一隻蟻貓 蟻貓火鍋 太可怕了吧 在這邊烤蟻貓 喔 阿克在旁邊 可怕 嗨 阿克你好 嗨 阿克在旁邊 咦? 居然是悠閒系的 我剛剛以為它是運動系的 這邊有一個… 哇 這個造景也是厲害了 它下面用這個水的 這算是… 喔 小海洋景觀 它有那個海面的設計喔 上面有蝴蝶有魚 然後又放了一個月球在那裡 這翻車魚看起來像個熱氣球一樣 可以直接飛在空中喔 毫無違和感 下面這邊它有一個七色花海 看來是花朵栽培區喔 那旁邊這邊…哇 四個洋娃娃坐在這裡喝茶 我覺得洋娃娃圍在一起都很可怕 哈哈 砍木頭的 所以這裡是伐木區 喔 所以… 那個原木長椅就是 當作是被砍下來的… 樹幹這樣 原來它也可以這樣不用 那往上走這裡是番茄醬的家喔 這裡以前住的… 喔 張莉娜 所以旁邊才會粉紅色 我懂我懂 我也是…福特還在我島上的時候 它家旁邊也都是藍色的 後來換別人搬進來呢 也都還是維持藍色的 蘭姐的家… 蘭姐也是她喜歡的動物 進去拜訪一下 看來也是初始島民喔 這個房間跟橋橋有87%像 哈哈哈 也太像了吧 只是金木桌椅的顏色不太一樣而已 這裡以前住單單一隻熊貓 我知道有一隻粉紅色的熊貓 很大隻喔 我還滿有印象的 綠色的菊花我覺得真的跟竹子非常搭喔 我自己的竹子區也是有偷塞一些 綠色的菊花在裡面 這邊還有一些水的造景 小瀑布這樣 還能看見墓地 還有剛才我們經過的那裡 它的島真的是 每一塊 每一小塊地區都有塞很多東西進去 所以大家在看這一集應該會覺得 欸 場景怎麼一直跳一直跳 我會一直剪接剪接喔 如果要一小塊場景介紹一個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河邊洗衣服的地方 海邊敵廳 敵廳是什麼 Disco舞廳嗎 欸你們看它這個唱片的擺放方式喔 它這樣用桌椅的高低插做出三層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擺放方式喔 海邊按摩 這麼享受在海邊也按摩 所以這個牛奶壺裡面裝的是按摩精油嗎 拿出來倒一倒 按完之後旁邊還有那個浴缸喔 就可以直接洗一洗 超方便 那沙灘旁邊有另外一間附帳號的家喔 看來也是一樣用地毯做區隔 整體來說很紅色 我喜歡喔 地毯沙發然後電話 可愛工作桌之類的 另一個房子沒有浴室廁所 所以呢 另一個房子的主人要洗澡 就要過來這裡 我怎麼對它這個化石地毯沒有什麼印象 洛蘭的地毯我買的還不夠多喔 另一個臥室 它這裡一樣用那個壁板跟書架 來做一個隔間喔 它真的屋裡屋外都塞滿滿的 完全不想浪費空間的感覺 另外這間就是廚房啦 它這裡還有那個 茉莉的海報 茉莉就是非常適合穿女服裝 我還滿喜歡它這個廚房的 可能是那個鑄鐵的 鑄鐵廚房的顏色 整個配色我很喜歡喔 白色然後再加上木頭色 整體的配色我很喜歡喔 2樓這裡有鋼琴 還有一些還有吧台 然後switch 這裡呢也是一個小廚房的感覺喔 可以在這邊休息 然後也算是個咖啡廳吧 就是可以休息然後喝個茶的地方喔 它真的沒有打算放過地毯 地板一定要塞滿各種地毯 最後是地下室啦 這個是煙火的 煙火餐廳 有煙火的壁紙 這裡有遊戲機 我有感覺到它這棟房子放了很多紅色的傢俱喔 可能跟我一樣喜歡紅色喔 房子出來外面這邊 這個是它的島崎喔 限掉限賣 所以在這邊還有金銀海產店 我看你賣什麼 河豚跟水母 喔 你們看它那個攤子上面的設計喔 很好看耶 好像真的有什麼東西垂下來這樣子 很立體 這邊一路走上來 這邊還有一個公園跟燈塔 然後再繼續往上走 上面這個是有個大衛像 然後還有復活島的頭像 那再繼續往上這裡是海邊婚禮 喔 看到番茄醬了 番茄醬戴那個 這個梨子的帽子喔 好好玩喔 可愛喔 番茄醬好可愛 上面呢這裡就有一個海邊婚禮的一個佈置喔 粉紅色的熊熊 那個熊熊 顏色好搭喔 粉紅色的 粉紅白 那它這裡有做一個火車要進山洞的造景 我自己島上也有用一個 但是我的山洞是用那個積木凳子 比較low一點 河邊咖啡廳 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蓋咖啡廳 而且是一個島上都要蓋兩三個咖啡廳 喔 小潤的家 難怪要蓋咖啡廳 好 有小潤在的話我就可以理解喔 他自己家裡面也有這個咖啡廳 小潤家往上走 這裡是阿波羅的家 我也好久沒看到阿波羅了 自從他搬離我島上後 偶爾我會去我朋友島上看看他 但朋友如果比較少登入的話就很難看得到喔 這裡是博物館 哇 也是塞了好多東西喔 這裡是博物館的停車場喔 這裡可以看得到機器人 他剛才說這邊上來會很好看 所以就跟著爬上來 哇 哇 遠方的那隻晚龍 這裡晚上好看 感覺得出來喔 哇 還有月亮跟太空人這樣 眼望過去 很厲害 很厲害 視角調平 應該不是這個 視角…對 中間這個 這很厲害耶 我喜歡 從這邊看過去就遠遠的很壯觀喔 這邊下來他有冰馬俑化石場 這裡有個三角龍的化石 然後古波 這樣也蠻不錯的啊 就挖一個坑洞可以下來 然後旁邊再用圍牆圍起來 就很像在挖掘什麼古代的東西喔 他島上有很多小路 所以他也做了很多的石頭拱門 這裡有抽籤 喔 這裡還有一個 小小的秘境 怎麼了 怎麼了 那個墳墓是誰嗎 小潤以後的墓 那麼快就幫他蓋好了 就蓋在他的房子後面喔 先蓋好自己跟小潤的墳墓 這邊呢 這邊呢是給人家自己拿DIY的地方 有需要的DIY可以拿 不過可惜的是他的設定呢 就是你放在桌子上的話 我們就… 一定要先拿起來才會知道 我們拿到的是什麼 嗯… 不知道之後呢 這個部分會不會做得更新的更便民一點 不然很多人其實也是想分享DIY 但是你… 放在外面放得多 稀釋會又扣你分數喔 那你想要擺得好看 像這樣子擺好看的話 大家又要先拿起來才知道 裡面是什麼東西喔 這裡是服裝店 那服裝店周圍種了很多藍色的花 那這裡一樣有大家很喜歡放的和服架 我自己服裝店旁邊也放了一個 藍玫瑰種植基地 種藍玫瑰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 當初我也種了很久 然後… 最後是靠著跟朋友要了一朵藍玫瑰 然後拿回去自體繁殖喔 這裡…小狗在追蟲子 喔…它這裡有一個媽媽手做的娃娃 然後在追這個… 蟲子模型喔 原來還可以這樣子用啊 嗨美玫 這個黑板寫的是主題曲喔 真的假的 這還真的是要懂音樂的人才知道呢 主題曲應該就是我們開頭聽到的那個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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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防導完了 最後呢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報告欄喔 你看 你們看 他的報告欄超厲害的 因為他有在IG上投稿的時候 我有去看一下他的IG喔 那他的IG上面有很多他在報告欄上面畫的作品 那他的報告欄也是我會想選擇來訪問他的一個… 呃…很大的關鍵喔 因為我覺得他報告欄太厲害了 誰的報告欄可以畫成這個樣子 我們從第一章開始看喔 靜音 我也喜歡靜音 這是別人畫的 這也是別人畫的 應該是來他島上玩的人畫的 小鷹 小鷹是他的副帳嘛 小鷹跟小狼 超棒 喔這就是丹丹 他說已經搬走的那一位喔 喔美玫 他會畫他自己島上的那些動物喔 很可愛 超可愛的 複刻 在看星星喔 然後旅遊 哇這一張好可愛 好喜歡喔 馬兒 然後這個… 這隻熊貓叫什麼名字去了 我知道他 風潔超可愛 備用 露氣的風潔 原來他的孔拔開是這樣 喔這個是他畫我跟阿姨喔 超開心的 我有收到這張圖 然後這個是… 喔從零開始的 Emilia吧 然後… 厭後 耳光 好可愛喔 然後加上那些花 這個是… 尼加利對吧 這個是他島上的那隻… 那隻青蛙 阿波羅 哇好帥喔 穿著這樣子 偵探裝 阿波羅在倫敦 喔 這是說謊的味道 喔這個是牛奶糖 小潤 小潤 小潤被當成化石挖出來了 好可愛喔 這邊就不是了 教花工具人嗎 喔 赫茲… 然後他也有請我在他的留言板上面 畫一張圖 那我就來畫一下啦 現愁一下 這樣感覺在高手面前 班門弄佛 那… 因為他已經有畫阿一了嘛 那也有耳光了嘛 所以呢我就來畫個遠人 畫個遠人好了 把排列丫一下 不妙的 這裏就成功了 無法廉 阿波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再加上這個扣子 完成 希望他喜歡 好啦 那今天的防導行程就結束啦 那我們先將鏡頭交還給攝影棚啦 我沒看過這麼厲害的布告欄 也很開心我有機會可以在這麼厲害的布告欄上留下遠人畫像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防導影片喔 這個單元雖然已經沒有再繼續收投稿了 但想投稿的觀眾還是可以直接到我的IG上 投稿你的夢境門牌號 我會在直播的時候用抽籤的方式帶大家逛你們的島嶼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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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光亮 也是 確認 大 area 不會 brar